在超音声音马的系统里面 你好好的修 你不要妄自菲薄 你也不要压描助长 好好的修 你自然会看到成果 但是我讲过 能快就不要慢 能大就不要小 好 所以这边我又想到一件事 我要跟你讲 有人看到我在这个生命之光里面有一篇 他说我说 发愿 你不要去发一大堆你做不到的愿 那没有意义的 那有人就起烦恼心了 老师你说要大就不要小 我发大愿 你又说不好 你怎么样 你很难伺候 说也不对又不行 到底怎么样 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篇 在生命之光里面有这一篇 有 有吧 有 有没有读书 有 回答很薄很薄弱的感觉 有没有读书啊 有 这个观念 读书为什么呢 是理解 弄通 对不对 观念一弄通 一个观念价值连成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听 你说我刚说南简 遇到贵人 他遇到贵人 也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 人家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小伙子 觉得不错 那个 他的那个贵人可能是 已经准备退休的 把全身的绝活 等于就是交给了这样子的 南简这样的优秀的 年轻人 在他眼中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 人家 商场上打滚几十年 好歹是老江湖了 看到你这小伙子行不行 人家看看 如果人家一看 不行 人家不是吃太饱 把他全身绝活都交 这好事人脉都交给他 不会的 是不是 所以你的实修实练很重要 所以到那个结果眼 要演出来的时候 是自然流露 人家看的就是 频频点头 叫好 那好事怎么不轮你 当然轮你 你不求自得 为什么 人家看在眼里了 就像我看的 那个 饭桌上面那一盘 好菜 这么样的丰盛 是不是 所以也对 南简当时多看了几眼 是不是 你的实修实练 修正你的行为 你的心态 你是如此的有德 有修 跟人家在互动中 人家感受到 你真的是有德之事 不帮你帮谁 所以这种的自然流露 不是装的 不是说 我会 老师你讲的 我会 这种机会来的时候 我拍马屁一流 老师 我最会的 没有用的 真正厉害的人 他不是看你拍马屁的那一 这不是拍马屁于否的问题 是你的真心于否 是不是 真实的内涵于否 火候于否 是看这个 这个在你平时的实修实练 难道不重要吗 重要 但是你不实修实练 你说到那个时候 对 99%都做得很好 1%被人家看出 端倪 假的 是不是 千功尽弃 全军覆没 所以你也许是真的 也许是假的 从今开始 要要求自己 是百分之百 全部真实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反观自己 你到底有没有全心 是真实的流度